那我們再來看一下數以這一題 那這一題就是那個自立測驗 自立測驗智商是100 然後標準差是15 所以它是一個常態分佈 所以看到常態分佈 這個圖就立刻出來 然後呢 這邊就切三段 這是68跟95 所以這是100 標準差是115 所以就是115跟130 那這裡是那個85跟70 好 那它今天想要問的是什麼呢 對 它今天想要問的就是說 欸 自優生是怎樣 自優生是1-3130 那根據常態分佈我們知道怎樣呢 我們根據常態分佈知道 這裡佔了68 這裡佔了百分之什麼呢 95 所以怎樣呢 自優生就是屬於什麼 前面的百分之2.5 也大概就是怎樣 相當於就是 40個人裡面有一個 好 那我們現在來回答這個問題 所以 這是40個裡面是2.5 所以這個是錯的 因為5%是前面加後面 所以這個不可以選 好 那第二個呢 智商100以上 對 就是怎樣 智商100就是平均嘛 那現在30萬人 所以這個是可以的 好那第三個 85到115 85到115 85到115的話呢 這裡剛好有兩個標準差 這68% 所以68%的話呢 30乘上0.68 那這邊剛好是得到20.4 所以這個 超過20萬人喔 這邊也可以選 好那第四個的話呢 對 就是說 這是 百分之2.5嘛 所以 1000個人裡面 就期望有 那個 25個人喔 大概四十分之一 好這可以選 第五個 偏鄉雖然之後很小 可是機率上呢 因為他不到40個人 好看起來好像沒有 可是 這種只是一個估計而已 所以 如果這麼肯定的距離 該校一定不會有支优生 這個就不可以選 所以這邊重要的就是 你要去 可以匯出來 這個 常態分佈 然後另外呢 就是 要這種 這種寫法 你要注意一下 就是說 如果說他一定沒有的話 就是 這種事實上是很危險 因為他只是一個 推估 然後另外這個 這個結果呢 也蠻重要的 這其實就是 就是一般的自立測驗的結果 所以 大概 你搬上第一名 大概是 智商130 那智商145的話呢 這個大概就是 全校第一名的智商 那如果智商160的話呢 智商160大概 全台灣大概會有 六七百個人 好 所以這個大概就是 嗯 幾乎是什麼呢 幾乎是整個縣第一名 縣長講那種 整個縣的一個 最好的一個學生